德尔塔变种病毒迅速传播 美国新冠疫情病例数出现了回增的现象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建议部分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也重新佩戴口罩 同时目前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迟迟达不到预期 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起到了多大的影响 新泽西大学公共卫生与传播学助理教授李亚超 在专访中告诉美国之音 结合地方特点 用适当的方式帮助民众排忧解惑 才是普及疫苗的最佳办法 李博士非常感谢你这次加入我们的这个采访 那我们首先就是想问就是关于反疫苗的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新冠疫苗在研发当中的那个新闻传出以来 就是有人说他们到时候是不会接种疫苗了 那到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也确实是有一部分的美国民众是拒绝接受这个新冠疫苗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反疫苗的现象 在美国是一种新的现象吗 就是疫苗抵制或者说反疫苗 近代也被称为疫苗犹豫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社会现象 事实上疫苗抵制有着很纠纠的历史 它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到19世纪后期第一批天花疫苗出现之前 当时人们接种一种减毒形式的添花疫苗去抵抗添花 在那个时候人们因为害怕真的感染天花 真的感染天花并因此死亡而抵制添花疫苗 这样的担心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是 那对于一直以来都拒绝接种疫苗 或者说就是反疫苗运动 整个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支持者来说 他们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说很反对疫苗 对 就是人们抵制疫苗有很多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是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 如果人们不认为新冠疫苗 或者其他疫苗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免疫力 他们就不会去接种疫苗 更重要的是人们可能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因为这些种新的疫苗 人们可能觉得现在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 去证明它的安全性 尤其是它的长期的安全性 或者长期的副作用 而且我们也看到网络上有很多 错误和误导的信息 比如说新冠疫苗里面有政府的芯片 新冠疫苗会让人们不孕不遇等等 这些信息也会加剧 人们对于新冠疫苗安全性的担忧 其次人们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也是因为他们不想被告知 他们应该去做什么 这与人们可能不想参与社会距离 或者是配搭口罩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人们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侵犯他们的自由 再次是对政府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行业的不信任 尤其是在有色人种和少数主义中 他们过去承受到医疗和公共卫生行业的歧视 要重新获得这种信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种不信任会极大的降低疫苗这种的可能性 当然最后有一些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 不愿意接受疫苗 刚刚你也提到一些反疫苗的人 他们是相信了网上的虚假信息 那我们知道最近白宫也是在批评 像包括脸书在那里一些社交媒体 说他们没有有效地控制 当时网上对疫苗的虚假信息的一些流传 那根据您的观察 您觉得社交媒体在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的传播当中 有扮演多大的角色 我觉得起到了所谓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一些自媒体 当他们能够非常轻易地去创造一些信息的时候 这样就极大的加大了就是不实信息的传播 比如说我最近在研究就是TikTok 或者是国际版的抖音上面 人们怎么去交流 或者是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新冠的疫苗 我们看到几乎50%的情况下 就是民众都会传播一些不实的信息 他们会通过一些非常夸张的方式 去表演新冠疫苗之后的那些副作用 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 是能够不鼓励民众去得到疫苗的 最终我觉得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您觉得这个因素大吗 就是这一次跟过去的反疫苗运动相比 这一次是不是说 由于有这些自媒体和网络上的不实信息 所以导致了这次反疫苗的情绪比以往要更大 对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次 因为大家在家里工作的这些情况 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这种机会 或者是时间都极大的增强了 这样子的话就给这样的社交媒体 增加了很多的机会 去影响我们对于真实信息的接收 以及对于不实信息的传播 那这次的疫苗 这次反疫苗情绪 您觉得是不是有更多的政治性因素 因为这次我们似乎看起来 好像打不打疫苗成了一件 体现你这个政治态度的一种方式 您是怎么认为 我同名这样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对于新冠疫苗的抵制 一定有一定的政治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表现 在美国和民主党在多数的州相比 共和党在多数的州 它的疫苗接种率和接收率都更低 这也从侧面展现了 当前疫苗问题的政治化 那你觉得像白宫这样 督促大家去打疫苗会有用吗 因为是不是说一些不打疫苗的人 他本身就不相信 就是政府像你刚刚说的说 这可能是一种阴谋论 可能是政府想要对你做什么 那我们看到现在白宫 在积极鼓励民众去打疫苗 你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有多大 我觉得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它具体有多大的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难以 就是非常难以确定的 在现在来看 我觉得政府需要做的是 和当地的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合作 去了解当地不同人群的具体需求 和他们对于新冠疫苗的担心 然后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的 疫苗分配方案和接种方案 而不是仅仅的去给出一个 全国性的方案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去本地化和当地化 那作为普通人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对身边的人做什么 去帮助普及疫苗的接种率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 如果我们看到了不实的信息 在社交媒体上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话 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向这样的社交媒体去report 或者是去举报这样子的布施信息 然后让社交媒体及时的去除这样的社交媒体的信息 同时我觉得我们应该也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 在我们日常交往中 然后去询问我们的朋友 他们是否接种了新冠信息 那询问之后我们是要去督促他们比较好吗 还是你觉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强迫任何人做一些事情 对吧 特别是在美国 个人主义相对于中国 更多的是集体主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强迫人们做一些事情 反而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他们 这些有效的资源 政府的这种信息 让他们去获取他们的信息 然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 那不知道根据您的观察来看 您觉得华人群体当中 反疫苗的人数所占的比例 跟美国整体的比例来说是高还是低 因为我好像似乎大家会觉得 华人可能都会比较愿意去接种疫苗 我觉得对于疫苗的抵制不是美国特有的 在一些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社区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疫苗抵制和犹豫的现象 但是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 就是有很多的研究发现 中国民众或者是华人民众 对于新冠疫苗的犹豫 主要来源于他们对于疫苗本身 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 疫苗本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我们看到近期中国的疫苗接种率 在不断的上升 而且我也看到华人 据我了解是相对来说 就是有比较高的疫苗接种率的 所以说其实在中国也有一部分人 是不愿意去接受疫苗 我们似乎没有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 好像大家都觉得是中国抵制疫苗的人 会少很多 在美国会多很多 是有这样的一种区别吗 从我个人的了解到是说 我周围的经纪朋友什么的 他们会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去接种新冠疫苗 因为对于本身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担心 但是随着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接种疫苗 我们可以说是周围朋友的压力也好 或者是越来越多数据支持也好 我们看到这种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反疫苗的现象 应该是不会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 我不知道您如果可以做一个预测的话 您觉得现在的这种反疫苗的 反新冠疫苗的情绪 还会持续下去很久吗 还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 可能也会消失一些 我觉得它不会消失 它可能会减缓一些 会减少一些 但它不会彻底消失 因为从最开始我们有天花疫苗到现在 反疫苗的情绪一直都是有的 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被要求做一些事情 他们担心疫苗的安全性 以及其他的一些宗教文化的信仰 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彻底消失 但有可能会稍微减缓一些 那所以在我们目前这种 有一部分人接种 有一部分人没有接种的情况下 那么政府在制定 像一些健康政策的时候 比如说要求店铺里的店员 和顾客戴口罩 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他们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是不是感觉会很难 因为你一方面不可以去强迫别人接种疫苗 但是另一方面似乎现在就是反对 你强迫我戴口罩的情绪也很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从一个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可能会能得到最理想的结果 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需要去建立 就是一种信任 就是和普通民众的一种信任 因为这种信任不仅能够影响到 现在对于疫苗的接种 以及会影响到未来疫苗的接种 因为我觉得新冠疫苗 就是给以后的疫苗接种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就是我觉得政府部门需要和 当地的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合作 然后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的疫苗分配方案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应该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 来增加对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宣传 同时反驳和澄清布施信息 比如说我知道在新泽西 当地的Health Department 就和Facebook Instagram和Twitter和TikTok合作 他们投放了不同形式的公寓广告 来增加民众的积极性 同时因为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本身的这种互动性 这些信息交流也能够帮助民众建立对政府的形成 因为我觉得考虑到新冠疫苗的开发速度 人们可能会更加的担心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因此政府需要强调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任何开发或监管的言论 同时他们需要对疫苗的开发 采购 分发 优先排序和管理等方面的角色和行动 做到足够的透明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民众 我能够非常容易的获取和理解这些信息 所以公共政策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从个人而言 我们可能能够去做的也没有太多 我觉得个人而言我们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到的就是 第一我们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去传播 就是我们有疑问或者是觉得不实的信息 第二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不实信息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report他们 然后第三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去鼓励我们的亲朋好友去接种疫苗 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信息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强迫别人去做 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好 李博士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这次采访 感谢您的知名